我们还会再跟大家来看一个关于华为问题 因为似乎现在大家在针对华为是否能够占领北美市场 再进行另外一个讨论和角力 不过探讨所有问题之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几位嘉宾 左手第一位的是时事评论员吉米岩先生欢迎你 陶哥好 各位观众 观众好 另外是时事评论员宋静先生欢迎你 陶哥好 观众好 另外是时事评论员吴泉宇先生欢迎你 大家晚安 那我很想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现在似乎特朗普确实是把全世界翻了个个 原来大家都能维持一种相对的问题 现在跟中国进行贸易战 跟加拿大也进行 跟墨西哥也进行 那么究竟它的主战场在哪里 吉米 你的观众 我想从今天的这个点梯开始切入 首先我想我们所谓的贸易战也好 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的区域冲突也好 甚至是军事冲突 首先我们要看战争是什么 战争其实是有一定定义的 战争其实是从国异论的角度 它是说当你进入一种僵局之后 也就是双方不能对某一个问题产生一个解决方案 当那种僵局被就是无限的往后拖 拖了之后长时间不得已解决之后 最终双方都会有一种意愿 就是寻找游戏规则以外的手段 包括鼓励 不见得是鼓励是一种有规范的暴力手段 就是鼓励手段来解决它 我们称为是战争行为 那么战争的话 所以讲到贸易战也好 讲到就是说其他的冲突也好 我想首先美国今天的世界 到底是单级世界还是多级世界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看今天冲突的视角 如果是单级世界 美中之间吵架 我们在边上没我们什么事情 我们只要吃瓜取冻就可以了 但是其实今天是一个多级世界 加拿大在这样的一个特殊位置上面 其实是有很大的斡旋空间的 就是它和欧洲的关系 和美国本身现在在拿反问题上产生的冲突 双方其实也是在贸易战中间 对吧 然后加州之间的贸易关系 那么这些都是一系列 它不仅是加州 就是加拿大和亚洲之间 还有经贸往来 那么能不能盘活这个气 其实加拿大在一个多级社会里面 可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嗯 那我觉得这是